欢迎昆昆 欢迎 来昆昆 话筒在这里 谢谢 昆昆 咱们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蔡徐坤 其实早在11月15号的时候呢 米国音乐和我们的艾昆们 也是一起走到了这个 川西的一站 去体验了一把这个民族音乐的氛围 然后这个事情 不知道你有关注到呢 我有关注到 而且 有我的艾昆给我留言 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我们都是一帮喜欢音乐的孩子嘛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但充满爱心 而且 也让大家了解到了民族的音乐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可惜的是 在上一次的活动当中呢 昆昆里也很多的事情 然后没有参与到 不过米国音乐呢 这次也搭建这样一个桥梁 就是让昆昆也能体验一把 我们的民族音乐 所以我们也特别的请到了这位老师 那让我们有请这一位 民族音乐的传承人 有请贾使帅哥老师 欢迎 有请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乐器谈奏级传承人 然后呢 非常高兴 在给你们在这里见面 也非常高兴 这个 这个我的偶像啊 哈哈哈 你这么快点 开始上 嗯 好的 老师那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您手中的这个乐器呢 这个乐器呢 这个乐器呢 我们这个遗族乐器和其他器乐不一样 第一 它那个乐器 其他比如解讨 还有什么干琴 也许它是有归路系的 嗯 它是分了个四二四三 没错 但是一组乐器就 它就有规则的运动 然后呢 就是说 您想怎么弹 就怎么弹 想快就快 想慢就慢 它区别在这里 哦 哦 分分那不妨今天 现在老师也带琴来了 我们也现场听一段 好不好 好啊好啊 请坐 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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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太太美妙了 而且我感觉老师的脸上充满了笑容 非常的幸福 在弹奏乐器的时候 是 那我觉得这份幸福 公司你要不要也体验一下 嗯 这个 先 弹 挑 嗯 连接起来 弹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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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那我们公司来试验一下 这个乐琴的魅力 先 弹 弹 弹挑 弹挑 哎 对对对 很好 很好 舒摩 曲 毅 弹挑 做 命 每 麦 哇 非常具有民族特斯啊 来 两位小朋友这样先跟关门哥哥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乐子江强 我今年八岁 好 欢迎你 大家好 我叫阿鲁小兰 我今年十一岁 谢谢 好 也谢谢你的带来 那坤坤刚才听了我们两个小朋友的歌声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很惊讶 其实你看他们的年纪很小 但是他们其实唱的这样的歌曲是非常的悠长 然后很有故事和像很古老的这种旋律 我觉得很惊讶 而且我能感受到他们对于自己民族的这样的音乐的热爱 是的 是的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的两位小朋友来了之后呢 不仅是给你带来的歌声 他们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要给你哦 来 有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VCR 来 两个小朋友我们一起和空空哥哥一起看一下 有请大家带来个小朋友们 有请的 用音乐谈恋爱 我们是蔡曲恨的爱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跟他们一起去 我觉得其实我想起了我在之前在凤凰古城 也有看过像当地那样类似的表演 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当地的文化 然后美妙的音乐搭配上那种舞蹈 我觉得是非常感染人心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能够抽出时间来去体验这样的生活 去体验这样的音乐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非常好 请问您是第一次接触 遗族乐琴这种乐器 还有遗族的这种传统音乐吗 其实之前也有过一些了解 也在网络上有听过他们的音乐 比如说像一人制造这样的组合 他们的音乐 那第一次在现场来感受到这样的乐器 和小朋友们的歌声 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 而且非常的 我觉得他们的歌声非常的悠长 非常的古老 从小朋友的口中唱出来 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对 你说您第一次跟遗族的传统音乐人互动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而且我也特别乐意去了解到这样的文化 这样的音乐 我特别希望之后在自己的音乐中 能够加入这样的元素 而且跟大家一起来 传承我们中华的传统的乐器也好 传统的音乐也好 是我的荣幸 对 谢谢 有请四川日报的老师 来有请 能不能加费一下 你好 你好 就是你刚刚也提到 其实你之前有去过那个凤凰古城 没错 就是说在接触这些民族音乐 或者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谢谢 像我刚刚提到 其实我有在凤凰古城当地 看过他们的表演 然后也有就是穿过他们的衣服 拍照啊这样子 然后会更多的去 像那种古城里的那种小巷子里面啊 那些老店里面啊 去玩一玩他们的乐器啊 了解一下他们的音乐 其实会发现还挺不一样的 而且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 我觉得是很好听的 甚至其实他们是非常的珍贵 而且说现在越来越稀少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非常需要大家去了解 去关心的这样的音乐 对 你刚刚也说就是上次其实很满遗憾 没有和粉丝一起去啊 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 会到我们那个遗族的春末去感受一下这种 一定一定 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去 我很乐意 谢谢 好的 感谢 接下来是四川电视台 你好 你好 其实说真正的好音乐都是说是无国界 无界界的 然后在你来看来你怎么理解 真音乐这两个 我觉得真音乐 其实它就是无关国界 无关年龄 甚至无关语言 其实真正的好音乐 其实都是发自内心的 然后都是抒发人类的喜怒哀乐 人类的情感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 都值得大家去关心去学习 你刚才你也说了 就可能在接下来的音乐创作 能会把古老音乐融入你的现代 没错没错 怎么样就是可以做一个融合 下一首新的问题 就比如刚才那个乐器的一些元素 是可以加一点进去呢 我觉得其实在编曲上 很多像这样我们中华的传统乐器 都是非常能够加在编曲里面 能够增加非常多我们中国的特色 当然在旋律上也更加方便去写出一些 属于我们中国特色的这样的旋律 对 谢谢 好的 谢谢 有请成都山报 好 这边 那我请问一下 就是说你平常的话有接触那个 民族风格的音乐吗 然后觉得这一类的音乐也是最打动的 其实从小啊 我的外公他就弹奏十几种乐器 那像类似二虎啊 琵琶啊 葫芦丝 甚至我的舅舅现在 他是以教学葫芦丝为生的 是他的职业 所以从小也是受到很多这样的民族乐器的熏陶 甚至说像京剧啊 我们这样传统的中国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而且感兴趣的 虽然说可能我现在唱的风格 跟外公啊 跟舅舅他们没有那么完全的一样 但是慢慢的今后我也会加入很多这样的元素 到我自己的音乐来 那我还带我一下 就是如果让你来创作一首 民族风格的歌曲的话 你会最先想到什么 旋律还是歌词啊 我其实最先想到的 其实是把乐器加入到编曲里面 像我刚刚提到的 可能会让这首歌 从一开始就能够让大家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氛围 我觉得很重要 谢谢 好的 最后有请的是华西都市报 想问一下空哥 因为之前那个音乐制度 然后感觉很正能量 然后iPhone也做了很多 然后想问一下 你有什么话给粉丝点个赞 或者给他们讲两句的 我觉得其实他们很多时候 都做出一些非常有爱心 然后非常正能量 积极的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棒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能够 因为我知道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的学习 所以他们能够抽出时间来去 体验这样子的音乐 体验这样子当地人的生活 我觉得是对他们来说 和对传播这样的音乐来说 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也特别的感谢他们 我觉得是也满足了 我自己小小的一个心愿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